可是实际上我才是原创者 又出现推文秀出入出禁资料与饭店收据加码爆料 推文指出陈明通乘坐BR67航班抵达泰国国际机场入驻半岛酒店 而且还有行程包括坐船看梅拉格沿岸风景 甚至透露这是为了与泰国国家健康安全局官员就情报合作交换意见 PO出了四张照片当中就包括了国安局长陈明通 以及前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 而且陈文凡的背景隐约看得出来地点就在机场 陈明通身为台湾的情报头子 他的入出禁以及国外入驻旅馆的资料被人掌握而且散布 如此的大意实在让人觉得夸张 会不会是民进党或者是国安单位的内斗 到底是要斗陈明通还是剑指国安局长这个位置 泰国是东南亚的情报中心 我们的情报负责人如果有机会到泰国访问也是件好事 推文秀出的证据继续名义到林陈明通入境的时间是7月10号12点33分都记载 而且入住饭店收据也被po出为了恐怕就是要坐实被管局否认的爆料公社 这篇po文 入门全国发烧阿通是神隐至今但这份出访泰国资料的曝光再先风波 TV新闻聚光宏林佳慧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